有看過虎客船長手臂上裝的鐵鉤嗎 是個很厲害的工具 倫敦兩名年輕創業者 開發一款多功能穿戴裝置一支 像替換工具一樣 能依據不同的活動類型 把需要的功能組裝到手上 不但為支障者帶來方便 對兒童來說 更能增加他們對生活的信心 裝有磁性夾的一支 能夠輕易組合各式附件 包括牙刷 餐具 筆和骨錘等 這樣的一支採用柔軟的布料 可以收緊或放鬆 非常適合兒童使用 父母不需要隨著孩子的成長 而一直替換一支 在英國 傳統一支的價格 在5000英镑至1萬英镑 約6205美元至12410美元之間 但這家名為米特穿戴裝置的新創公司 開發的一支價格不到500英镑 約622美元 24歲的馬卡布格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就讀三年級時 在一項專案中開始開發這項技術 他與當時27歲在同校中 沿起醫療設備設計和企業家精神的萊姬 一起合作這項開發 這兩人在產品開發的過程 一直與節肢人士路易斯緊密合作 路易斯在2013年鏈球菌感染 導致他需要在生病的12天內進行節肢 這些穿戴裝置在已開發國家以外的地區 也有潛在市場 因為那裡往往有較高的節肢率 可是很多人買不起傳統一支 兩位創始人希望 有一天也能夠幫助那裡的人 經過兩年的測試 他們計畫明年在歐洲上市 而為了普及性 這項產品將會以線上訂購的方式來銷售 而不是通過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銷售